北京军区某团的射击场上 两名射手反复练习着手枪快速射击的动作 操练手枪发出来的流畅声响 不断反复交替 此起屏服 手枪快速射击 要求射手在较短的时间内 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掏枪 子弹上膛和瞄准击发等一系列动作 在这几组画面中我们能够观察到 画面左侧这一战眼镜的射手动作显得更加流畅 每次他都是最先完成设计 那么在五发子弹的速射里 他的设计精度又是怎样的呢 防武时是战友们送给连长冯志青的美名 要知道在五发子弹的手枪速射中 总能打出满环五十环 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做的 连防武时自己都对这手硬功夫很满意 我自己都觉得很帅 很顺畅 先是右手 咔 装弹夹拉枪 你上膛 当当当当当 五发 然后咔 换弹夹掉了 拔装 换完之后倒过来 咔咔咔咔 五发 完毕 实际上 防武时的这手枪法 早已为他迎来了荣誉的光环 就在2011年 北京军区大比武中 防武时在25米的距离上 进行十发子弹手枪速射 仅用42秒打出97环的成绩 依据创下来 北京军区侦察兵手枪速射客目的气度 然而 单从外貌上看 我们实在没法 把眼前的防武时 和神枪手联系到一起 防武时的眼镜高达400度 虽然戴眼镜矫正了视力 但是我们还是觉得 他要练好枪法实在不太容易 平常领长是不戴眼镜的 是吗 就打枪的时候打 对 比武的时候也戴眼镜的吗 和防武时最开始接触时 我们极力想从他的身上 找到神射手的影子 可相貌平常 又戴着眼镜的防武时 并不能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 那么 让我们看看 这一位又是谁 能和防武时练到一块的 到底是哪一路的高手 那你的车号是什么呀 我超武时号 这是假的 代号是闪电侠 虽然防武时的名声大 可偏偏有人不服气 号称闪电侠的武连连长郝立飞 也是个出名的人物 闪电侠这个绰号 就是因为手枪打得好而得名 打得又快又好又准 曾经打得最高防速为50防武发弹 还有一个就是出枪速度比较快 一般车号下我给他掐过 差不多两秒钟就出上了 除了手枪打得好 闪电侠和冯武时在一起时 也总问不了说说其他方面的流失 去年呢 比如我是全团第一 四百米加碍五公里 我是全团第一 这个毫无之余 无论闪电侠怎么说的天花乱坠 但防武时却总是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 2012年春节即将来临 为活跃节日气氛 华丽将组织一系列的小比武 而手枪速射高手对阵的双方 就是冯武时和闪电侠 冯武时 打武时 我必赢 闪电侠 PK他 没问题 冯志清 绰号冯武时 山西蓝县人 2002年入 现任北京军区某团一连连长 郝丽飞 绰号闪电侠 吉林安徒县人 2004年入 现任北京军区某团五连连长 我们俩七年就在一起 全能军区那个 我俩长得像吗 你俩 你俩 你俩长得 我真的眼睛是 一起当排长 一起参加比武 一起调连长 一起带着连队 虽然正式比武是在第二天举行 但在这一天的热身中 防武时占了上风 几轮射击 它都保持在46环 47环 而闪电侠是45环左右 并且射击速度也赶不上防武时 听说你有绝招是吗 保留一下保留一下 就你这绝招 那个现在都不能说是吧 绝招他还很想学 是吧 也不慢慢看见 他如果这次比能比过我 我就交给他 防武时说自己还有绝招 但在这天的练习中 谁也没有看出 防武时使了什么绝招 而第二天就要正式比武了 在对手闪电侠的面前 他就更不能透露这个命令 作为连长 防武时负责全联的军事训练 而在射击训练时 他教的方法也有些与众不同 这天下午下起了小雪 他规定 在十分钟的时间里 战士们一只手托起的脸盆 要稳稳当当 时间十分钟 现在手中没有枪 大家会儿设想 手中是有枪的 极枪的稳定性 决定了射击成绩的高低 原来这种特殊的方法 是让战士们训练极枪的基本功 然而还不到五分钟 有的战士就快坚持不住了 刚才这个断脸盆有什么感觉 感觉手已经麻了 连长分身注意力 可能是天气太浓了 所以都集中到手上了 一会儿我给大家断一下 大家看一下 那么冯武士的基本功 到底有多厉害呢 战士们都想看看 连长在手脚动得发麻的情况下 到底能把脸盆拖多久 就在一连战士训练时 不请自来的闪电侠 却在和冯武士的较量中 站了上方 面对实力超权的对手 冯武士又能够在最终的正式比武中 一战风采 军事计时正在播出 军众状元306 2012级第一集 脸盆里的水已经结上了冰茬 但逢武士却丝毫没有 把手放下来的意思 23秒 15分钟后 脸盆里的水结成了冰 连长居称的基本功这么好 和他朝夕相处的战士们 都感到有些吃惊 有什么感觉 脸上真厉害 舒服中居然一动没动 我发现两边的水都已经 今天那种冰茬的 电脑还能断得那么 所以感觉变得很厉害 对吧 我们知道枪有后座 对吧 枪有后座 我们打这块 原来按防武士所说 打好手枪速射的绝招 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增强手臂的力量 在进行手枪速射时 手臂始终是全空的 每打一枪 后座力都会使枪口产生晃动 而在连续的射击中 只有把这种矿路 固托在最小的范围内 才会保证射击的精力 因此 要想达到高超的 手枪射击水平 就必须练出 非常强劲的手臂力量 第二天 连长就要和闪电甲 好力飞比武了 战士们都特别关心 连长准备的怎么样了 为此在25米的距离上 战士们一共设下了 气球 扑克 纸杯和乒乓球 四个目标 让连长练习一下 我们打到这个 相当于是打到十环一样 我们再来看一下杯子 哇 也是十环一样的位置 相当于十环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乒乓球 乒乓球在这个把纸上 就相当于这个十环当中的十环 如果能打上的话 实在太绝了 来 给防务石攻击 考虑到连长在下雪天里 冻了一下午 手指可能有些不灵活了 所以战士们决定 每个目标都给防务石 三次设计的机会 因为他这个目标比较小 打不到 老冯就输了 然后他今天要请客 如果他赢了 好 我们心里 不不贴切的 跟着老冯干 就凭着这一点 老冯必须要赢 打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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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听两声枪响 他接连命中了气球 打赢 两个目标 第三个目标是纸飞 好像没打中 一次机会了 还是两次 单手 单手 没算了 去看看 打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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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我来了 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 绰号闪电侠的 五连连长 郝丽飞 居然这个时候出现了 而且 他一点也没客气的 就开始了射击 打赢 天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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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当时也咯噔一下 哎 他这么厉害 他打上了 我没打上 今天 今天过来 我主要过来 第一个摸摸我的对手 第二个 给他增加一些压力 对 我再给你搞新闻球 水杯我也一下搞定 换一个 水杯 再搞一遍 好了没有 防务时 压根就没想过 闪电侠能站上方 这一枪 防务时憋足劲 要挽回局面 看到最后一个目标 是乒乓球 想压过防务时一头的闪电侠 决定先打这一枪 我要超过他的欲望特别强 我就要争第一 我就要超过他 然而在防务时看来 打乒乓球 可不像一般人想的那么好 此时他并不认为 闪电侠能露多大的力 圆的 透空的 然后再去区域瞄准 首先在区域瞄准 然后再去 在用动晃动当中 那一镜子的那一刻 去对准那个乒乓球 这个难度很大 要正中乒乓球原型 几乎不可能 李强 李强 下雨了 我感情 下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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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太厉害了 什么 洪志青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必须挑战你 坚决硬弹 再放下去 两防弹 只有两防弹 你看现在已经空了 弹压已经没有弹了 第一发没有中 我如果第二发再不中的话 我就给自己pass掉了 很难的 这一会儿打中了 应该说 很有一定的实力 虽然风务时 打心眼里尊重对手 但在自己连队战士的面前 他却没有流露出弹点这个意思 防武时的气势很合 但这种有些激动的情绪 是否还能让他心态平稳 准确应重目标呢 这个防武时 到底能不能越战越勇 相想之后 答案即将揭晓 重 now 中央一个点 CHARLIE 这才叫追着的高手 以前说了有一只蝉 现在有红武师一枪命中 大家好 今天是这样 明天我更有信心 这个留个经验 你干两枪给你干一枪 是吧 大蓝车你厉害 打枪你还是高一枪 这个人就高一枪了 虽然比武吧 我就看成绩 我就看明天的成绩 到底怎么样 你偷懒也这么多 打枪他也这么多 是吧 不行明天再看 明天再来 明天 冯连长我准备好了 礼物场上见 你hold得住吗 你hold得住吗 放我去 放我去 我后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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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轮比武 设计的目标是淘汰的旧盘子 打十个盘子的时间只给了45 这一轮主要考察两名射手 手枪速射的动作连贯性和反应能力 首先出场的闪电侠成绩相当好 他只有一个盘子没打碎 一阵急促的枪声响过 让所有人感到意外 逢武时的前面还留下了三个盘子 这一轮他彻彻底底地输了 在太阳光下反光的盘子对戴着眼镜的防磨石影响很大 因为那个反光的影子会在镜片上形成二次反光 这也应该是防磨石第一轮发挥失常的主要原因 那么丢失一局的防磨石还能不能在总共三轮的比武中反败为胜呢 第二轮比武 戴眼镜的防磨石可不会吃亏了 盲眼射击主要考察两名射手训练有素的感觉 谁的射击技能更娴熟 谁的心理状态更稳定 谁就能成为这一轮的获胜者 盲眼射击每人三发子弹 打碎盘子的同时 扣在盘子背后的制作鞭炮的火药 就会显示出烟火的效果 闪电下的三发子弹两发命中了目标 而防磨石是三发全中扳轨的一局 比赛规则 折反跑快速50米 原地转五圈 以最快的速度击爆击球为准 考虑到在剧烈运动时 眼镜可能带来麻烦 防磨石干脆不带眼镜 但是我们看到 同时出发的两个人 仅在折反跑这个环节上 防磨石就被闪电侠落下了一架 如果闪电侠能在到达设计位置后 转五圈不晕 他的一枪很可能就把防磨石击败了 按照规则 谁先出枪 并且命中目标谁就获胜了 然而我们看到 最先出枪的 竟然是在折反跑 总拉在后面的防磨石 我不需要跑那么快 跑那么快 不一定出枪那么快 出枪那么快 不一定打能打上 打得上 我的思路是 我冷静 当时感觉就特别好 从出发开始 沉下来 跑过去 转圈 跑过来 头脑很清晰 一拿到枪 感觉来了 一声清脆的枪响 手枪速射比武 尘埃落定 最终 冯武士在最后一局 战胜了闪电架 而两名高手之间的精彩队比 也让北京军区某团的官兵 再次强烈感受到 军力生活的青春机枉 在2012年 春节即将到来之际 他们要把这份喜悦 带给所有的观众 秦永贵 死定了 火划 江湖 中文字幕 李宗盛